同学们大家好 上节课呢给大家讲解了 TypeScript里面泛型的基础概念 同时给大家讲解了 在函数里面我们应该如何的去使用泛型 这节课呢我们再来给大家讲解 在类中我们该如何的使用泛型 我来举这样的一个例子啊 首先在TypeScript这样的一个目录下 我创建了一个demo.ts的文件 这里面呢我可以写一个类 class叫dataManager 然后呢它有一个constructor 我们复习一下之前的语法啊 这里我定一个private 叫做data 然后呢它的类型是一个string类型的数组 OK 这里我写一个getItem 我们输入一个index return this.data 下面的index OK 那么来看啊 这个类它做的事情是 首先啊 当你去创建一个实例的时候 需要传一个data这样的参数进来 然后呢 这个data会变成 this.data对吧 它的类型是一个string的数组 然后呢我去获取数组中的某一项 那这个index指的是数组的下标 它是一个number类型 然后返回的值呢 当然就是一个string类型的值 OK我们创建了这样的一个类 然后我们来创建一个对象 const data 等于new data 这个时候该怎么做呢 你可以这么去写 string或者number类型的数组 这个是可以的 然后你返回的呢 就是string或者number 这么写可以 那么你这块传的东西 当然这块我要写一个 OK 这么写 现在来看好像是没有问题的 但大家假设啊 未来data里面不仅存 字符串或者数字类型的数组 还要存其他类型的数组 那你就要写更长的这种联合类型 是不是很麻烦啊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 我们就可以在类里面 使用范形这样的一个概念 当然它不仅仅只解决这样的问题 其实在type script里面 去编写复杂代码的时候 很多时候啊 我们确实需要用范形 去解决我们一些灵活性上的一些问题 那这个范形该怎么去写呢 我们可以在这儿去定一个范形 这个范形叫做t 然后呢 data后面 我这块就可以把number和stream 都去掉了 取而代之 我们可以写一个t 后面跟一个中口号表示 data是一个 不知道什么类型的一个数组 那我们从里面去拿数组中的某项 它返回的当然也应该是什么呀 这个t类型对不对 好 这样的话我就写了一个 data manager 后面呢 用了一个范形这样的概念 好 我这么去写 大家看我传一个字符串进去 它好像没什么问题 我们点开data来看一下 它会告诉我们 data的实例 实际上这个范形指的是什么呀 是stream类型 它会做一个类型推断 因为你这块呢 传了一个字符串数组进来 所以这块t呢 对应的就是一个字符串数组 所以当然这个t就是一个字符串的意思 它能推断出来 当然更好的写法应该是怎么写啊 data等于new manager 写一个stream类型 这样的话是一个更直观的一个写法 ok 那我也可以把它改成一个number 意思就是我调data manager 这个范形 现在我给它指定一个类型是number 那么你再传这个字符串的e 现在t是number 那你传的是字符串 当然它就匹配不上 所以你只能把它改成e 好 这就是类里面最基础的一个范形 那我们继续来讲啊 我们说这块啊 我先给它注视点 我希望啊 现在data里面存的这个类型 也就是这个范形t 它对应的这个类型啊 大家看啊 this.dataindex 它指的返回的内容是什么呀 是不是就是这个t啊 我希望每一个t里面 都有一个叫做name这样的属性 好 现在当我写.name的时候 它肯定会报错 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知道 this.data 它是个书组啊 这个书组像是肯定存在的 但这个t 也就是书组具体的这个像的内容里面 有没有name 我是不确定它有没有的 所以你直接写这个name 它会报错的 那么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可以怎么解呢 我们可以在上面去写一个 interface 叫做item 我们要求 每一个这样的t 也就是data manager 里面的这个t类型里面 它必须得有一个name属性 那我在上面定一个interface item里面 我们让它必须有一个name 类型是stream 然后呢 我可以让这个t 范形去继承 extends item 它的意思是什么呢 它的意思就是 我的这个范形 必须拥有item里面 所有的东西 比如说 我去 这么去调谈啊 比如说const data 我这里范形上它等于number 可不可以 这个时候会报错的 为什么会报错呢 是因为 你number里面 有没有item对应的这个name的值啊 是没有的 大家看啊 number现在和t去匹配 t应该拥有item里面的所有的东西 但number里面有name这个属性吗 它是不是没有啊 所以number你不能写 好 但是你可以写成一个什么呢 大家看 你可以写成一个花口号 当然这应该是个数组啊 因为它接受的这个东西 首先是一个数组类型 数组类型的每一项是个t对吧 然后这块我给它写一个name 大家看 这个时候就不报错了 这块东西我们一会儿看一下 到底哪错了啊 我们先看为什么 当我这么去写的时候 上面这块错误就消失了 我们来看啊 我把鼠标放到这儿 它会告诉我们 现在我们的这个范形 也就是这个t 实际上指的是这个东西 大家看啊 因为你接受constructor里面 接受的这个data 现在对应的是这个东西 它首先呢 是一个数组 而数组中的每一项 就是我现在范形 对应的这个类型 那范形对应的类型 是不是这个东西啊 而这个东西里面 包不包括item里面 name这个属性啊 是包括这个name属性啊 这个时候它就不会报错了 那我们再来看 getitem为什么会报错呢 我们鼠标放上去一下啊 说string is not assignable to type t 我们说 你现在返回的name这个东西 是什么呢 是不是item里面存在的这个name呀 那它的类型是一个string类型 但是你要求我返回的类型 是一个t类型 当然它就会报错了 所以这块你应该写成一个string类型 这么去写就OK了 好 可能大家呢 看起来好像是这个继承啊 稍微有一点难以理解 那么写完了之后呢 我们从头再去捋一下 我的一个类里面 声明了一个范形叫做t 比如这个范形啊 我不知道它是什么类型 但是它继承了item的意思就是 这个范形未来会对应一个具体的类型 那么这个具体的类型 一定要有item里面所有的东西 也就一定要有name这个属性 好 接着我实地化这个类的时候 那这个范形的具体类型 就得到了一个对应 首先它是一个构造器对吧 创造的时候 那我们创建的时候 首先书组和这个书组对应上 而这个t呢 范形和具体类型对应上 具体类型就变成了这个类型 而这个类型一定要包含item里面所有的属性 是不是它里面有name 包含了item里面要求有的这个name 所以这个时候它就不会报错了 也就说明t这个类型 现在就是这样的一个类型 那么我get item的时候 我就可以调用this.data下面的index 也就是说data是一个书组 书组中的每一项一定是一个t的类型 那t类型的东西对应现在 它具体的类型是这样的一个类型 那它里面当然就有name这个属性 我再去调name属性它就不会报错了 同时name属性对的结果返回应该是一个stream类型 所以你这个方法返回之也应该是一个stream类型 好 初学这种范形呢 大家可能理解起来会不容易理解 但我建议大家还是反复的听几点课程 一定要把这块的东西消化掉 那结合这个例子呢 我们再去给大家讲解一点其他的东西 我们把这块的东西interface先给注释掉 我们依然定义这个类型 它就不是extends item 这块我就去掉 它也不返回这个name了 就这样就可以 好 它的返回结果我们看啊 它不一定是一个stream类型 它应该是一个t类型 对吧 OK 下面这段代码我也给它注释掉 我提这样的一个需求 我说这个类啊 接收的这种范形的对应的具体的类型 要么是stream类型 要么是number类型 如果你现在怎么写这个范形 你可以给它指定成任何的类型 比如说我把这句话拿过来 const new data manager 我可以给它一个随便一个类型 我可以在下面写一个interface test name 号stream 好 我可以让这个范形 它具体的类型对应的是一个test类型 然后我去创建一个空数组 OK 这样是没问题的 但是我希望啊 你现在这个范形的t 对应的是test这样的一个类型 但我不希望你能对应test这样的类型 我希望它只能是number或者stream 那这个代码该怎么去写呢 其实我们可以借助刚才extends这样的语法 去对它进行一个约束 好 我这块呢 我还是写 我把test呢也注释掉了 后面大家可以自己结合这些课上的例子 再去做一些思考 OK 我在这儿呢 让t extends number 或者stream 也就是 这个范形 它要么是number 要么是一个stream类型 如果是其他类型 其实是不行的 当我这么去写了之后啊 我们再来看啊 我现在interface test在这儿写着 然后呢 我让这个范形 具体 对应类型的时候 让它对应的是test 那这个时候就会报错 因为什么呀 因为test 上面是没有number相关的一些属性和方法的 也没有stream上面的一些属性和方法的 它和number stream对应不上 所以它就会报错 但假设你这儿填一个stream 就没问题了 你填一个number 也没问题了 大家看范形 是不是很灵魂 借助extend这样的语法 你可以让范形 在具体类型的对应上面 做到一些约束 OK 那关于范形呢 类的范形 我给大家讲这么多的内容呢 就差不多了 但实际上 在真正的项目使用中呢 范形还有很多 更复杂的应用场景 我们到时候 比如讲redux的时候 或者讲一些复杂框架实现的时候 再给大家去延展出 范形的更高级的使用 那现阶段 大家能理解到这个程度 就非常不错了 我把这块都注释掉 我们之前的课程 给大家讲解了 函数 如何去编写范形相关的内容 然后呢 这节课又给大家讲了 类的范形该怎么去写 其实范形还可以作为 type的声明 也就是说 用范形还可以声明一些类型 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可以举这样的一个例子 const叫做funk 冒号 string等于 好 这段代码呢 我想大家应该能够看得懂 对吧 那我可以给大家解释一下 首先function 它呢 是这样的一个函数 返回值应该是一个string类型 这是一个对function类型的一个注解 好 这块呢 是函数的具体实现 OK 那么实际上 在这块 你还可以用范形去表示 比如说这块 我可以这么去写 我呢 要求你的function 也就是这个函数啊 它呢 要接受一个范形 OK 然后这块这个东西 我们其实用了范形的概念 对函数的类型 做了一个约束 也就是说这个函数 它要接受一个范形 那最终返回结果是一个string 好 那么后面跟着的这个函数的实现 我就要怎么写 一样的 我要前面加一个范形 然后呢 返回值是一个string 那这个实现和前面 这个类型的约束 是不是能够匹配得上啊 那它就不会报错 好 可能同学看这个东西 看的不太直观啊 我可以拆分一下 可以定一个const hello 这样的一个函数啊 不是functionhello return 一二三 这块呢 我可以写一个t OK 然后我让它有一个 等于hello这样的一个复制 这样的话 大家看起来就清楚一些啊 那我的意思是 function 这个函数 它呢 必须符合这样的一个类型要求 也就是说 它能接受一个范形 当然这个范形好像没用到啊 所以这块是有一个问题的 那我可以怎么弄呢 我可以这样去写 我写的更复杂一点啊 首先接受一个param这样的参数 它的类型呢 是t 然后呢 它的返回结果也是t OK 那hello现在 我们看就不满足这个 范形类型的一个要求 首先呢 它要接受一个参数 叫param 类型是t 然后return的结果呢 现在应该是一个t类型 所以你把什么return出去就可以了呢 你把paramsreturn出去 这样的话 你具体的实现 才能和这个范形的类型 相匹配 它才不会报错 OK 我们想想啊 首先你的类型要求我 要一个范形 这块我有 接受的参数 得是这个范形的类型 没问题 返回的内容 也得是这个范形的类型 那返回params 是不是它的类型就是t啊 所以这个也能匹配上 当然hello就和你范形类型 相匹配 就不会报错了 好 所以这块又给大家讲解了 如何使用范形 作为一个具体的类型注解 大家呢 把这块知识点消化掉 也就可以了 那关于范形的基础知识呢 我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后面更复杂的东西 我们在实战课程中 继续给大家讲解 大家加油 再见